6月25日 称为贪婪的死亡陷阱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贪婪能将灵魂毁灭在地狱中 我之所以确信这样的灭亡 并不是一些短暂的金融危机 而是在地狱里最终的灭亡 是因为保罗在十二节中所说的话 他说要用真道的杖来抵挡贪婪 然后补充说道 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招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在逃离贪婪与在未来恩典中 为了知足而征战的存亡关键 则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中说 想要发贪贪婪会叫人员在灭亡中 他不是说贪心会弄糟你的婚姻或是生意 他当然会 他说的是贪婪会毁了你的永恒 或者像第十节最后所说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字面意义 用许多苦痛刺穿他们自己 神更进一步的在圣经中仁慈的警告我们 贪婪的偶像崇拜是个双疏的局面 就是死路一条 这个词最糟糕的意义 它是一个骗局与一个陷阱 所以我要给你的话是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中 要逃避这些事 当你看到他来的时候 在电视广告中 或是在耶旦目录中 或是在互联网弹出的视窗中 或是在邻居的采购中 逃离它 就像是你要逃离从动物园中逃脱的一只吼叫 且饥饿的狮子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